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农村的家庭当中 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 我是我妈一个人拉扯长大的 当我爸去世的时候 我还有问过我妈妈 为什么爸爸总是会咳嗽吐胎 我妈那时只是和我说老人都会生病 所以这些都是小病不要紧的 后来直到我长大了我才知道 原来那个时候我父亲他得了癌症 因为家里条件不足 所以就没有钱去治疗 以至于他早早就离开我们 当妈妈和我说这些的时候 我就暗自在心里发誓 不吃馒头争口气 这辈子我一定要出人头地 让我母亲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经过我在大学期间不断的努力 终于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 这让母亲感到非常骄傲 紧接大学生活毕业之后 我就找到了一份安定的工作 每个月的收入也有七八千块钱 心想着去买一栋大房子 然后在公司领导的引导下 我买了三十一厅的大房子 当我买好房子的时候 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的母亲 想让她尽快从老家搬过来 和我一起居住 这样热后我也好方便照顾她 可是不管我怎么说我的母亲 她都不愿意搬到城里 没办法我就答应了母亲的要求 但是我每个月不定时地往她的存值里面打一些钱进去 直到现在我已经工作三年多了 也谈了一个女朋友 她人也非常好 善解人意 于是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的母亲 当我母亲知道的时候 她非常的开心 然后就定住我一定要好好照顾她 有时间的话把女朋友带回去给她看一看 之后我把这件事情也跟我的女朋友沟通了一下 当我女朋友得知我母亲想见她的时候 她就立马答应我 第二天就买了回老家的车票 当她见到我母亲的时候 不但没有嫌弃我的母亲是个农村人 反倒对她非常的好 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 然而我的母亲对她也非常的好 就这样吃完饭之后 我就带着我的女朋友回到了城里 因为我还要工作 其实我们两个人因为工作刚刚有一点起色 所以回老家的次数也非常的少 就在前几天 我们村人给我打电话 当我接到电话的时候 我整个人立马都愣住了 他们告诉我就在我们走了没几天的样子 我母亲突然离世了 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回想起前段时间母亲给我打电话 她一直在咳嗽 我竟然还没有想到她是得了癌症 和我父亲是一样的 现在想想我真是非常后悔 真的没有尽到儿子的责任 然后我就和我老婆给我母亲的后事给办了 就当我们在为母亲办理后事的时候 发现她床底下有个录音机 我心想这一定是母亲临终前还没有说完的话 于是我就按了下录音 就听见母亲说 儿子呀 妈妈得了癌症 已经是晚期了 我没有告诉你 是因为不想让你担心 毕竟你们两口子现在挣钱也不容易 以后花钱的地方还非常的多 我只求此后 你把我和你爸爸安葬在一起 让我们老两口在黄泉路上还有一个伴 你之前给我打的钱 我一分都没有动 全部都在保险柜里 密码是你的生日 当我听到母亲说这番话时 我的眼泪已经枯花了 我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她 她却还是一心为我着想 我真的是太不孝顺了 bilir возможно 抱怨 匀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